柯文哲 原來你什麼都不想要 是這樣嗎 我們剛剛提到這個深綠的部分 到底怎麼回事 我剛剛沒有提到蔡英文 最主要是因為他一樣接受了 這個電視節目的專訪 談到外交這個部分 柯文哲說 我覺得蔡英文很棒 我會循這個蔡英文總統的路線 兩岸關係上會表達和善 均是堅持台灣自衛的能力 而且我跟你講 我本質是深綠的 大家聽到這個想說嚇死了 你怎麼會在選前 這個三十幾天的時候 講出這種話 你不是台灣民眾黨的主席嗎 OK 那今天他就回來 大家就問他這件事情 你本質深綠 你要怎麼做解釋呢 他說我的意思是說 蔡英文總統可以撐到這個地方 OK啦 自己沒有比民進黨的包袱 所以比民進黨更靈活 就是我雖然遵蔡 但是我跟你講 我沒有包袱 我比蔡英文更好 我比民進黨更好 同時他說 對 我本來就深綠 我是228受難家屬 對不對 可是我們不要把意識形態 怎樣怎樣 能圓的回來嗎 還記得2023年11月15號的時候 柯文哲說 我討厭國民黨 但是我更痛恨民進黨 都講出這種話 你現在又去捧人家 然後又要去酸人家 林濤 這個戰法現在柯文哲 這真的什麼都不想要 你們就像剛剛波基哥講的 你們不要的都回來 我們國民黨身邊吧 這個部分我贊同波基哥 你柯文哲大崩壞到這種程度是 你基本上覺得在這個最後的關鍵 還可以稍微蹭一下鍋 蹭一下猴 你現在完全不演了 連你原本可以拿來票 你都不要了 而且大家在講說 是不是藍營在操作討厭柯文哲 然後凝聚自己藍營的自治者 我們沒有操作 是他自己讓自己變討厭的 所以我覺得在這個過程中 看他的競選策略 我們真的是打一個問號 那也不難打一個問號 他競選總幹事就黃珊珊 所以你回到綠 他過去黃珊珊有跟綠合作的經驗 所以他一定是 我一定要先跟綠合作 所以你可以看到 這整個過程是荒腔走板 而且你看到招合 我們剛才講說 他一直在自己操作 說我有跟藍營的小雞有錄影片 我必須要在這邊說 那一些影片 已經是藍百二會那時候錄的了 都全部都是舊的 林濤來 我要給大家看一下 他今天他又說了 我真的有錄 而且他已經說白了 選前最後三天就會冒出來 你覺得你有錄用還是沒錄用 我認為看起來是沒錄用 因為你如果要有錄用 你要是新的 就是說我今天軍月跟你分道揚鑣 我還是說我要爭取柯文才的支持 那才有用 可是你不是 你是以前舊的 然後現在講說說真的 如果真的這個影片有用 小雞如果是我們 趕快 藍白如果要合了 趕快那天就拿出來放 放在臉書 你現在有看到哪個小雞在臉書放 沒有 沒有人敢放 我第一次看過大咖說 這小雞剛我有錄影 自己拿來蹭小雞的 就代表你完全是很誇張了嘛 所以今天你不要討論 國民黨有禁客令 你不要討論這個有沒有命令的問題 今天就算沒有命令 我都很有自信的講一句話 國民黨的小雞不會再貼你的影片了 因為你第一個影片是舊的 第二個你的影片只會讓我們原本的支持者 對我們原本的支持感受到吊票而已 所以你的意思說這個影片是軍月前路的 還是軍月 他先錄起來放 如果軍月成了 或是藍百二位 這六點公司成了 他可以搶第一波 像葉原資 他搶第一波上架嘛 但是因為沒有成 所以這小雞也不可能 因為大家對你 柯文哲現在情緒很高漲 所以現在如果柯文哲 竟然拿舊的影片 我真的覺得真的沒有錄走了 我們剛剛提到了 柯文哲真的現在是一下蹭籃 一下蹭鍋 現在有說我自己是深綠的 深綠的很多人都出來講 柯文哲你還好嗎 第一個來罵的是誰 好這個是吳欣戴 他說柯文哲 民調下跌又開始要蹭綠 噁心至極 好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是曾經在這個 柯文哲這邊服務的 叫做吳靜營 他直接說 柯文哲你難道現在是政壇 光譜開到最大嗎 你不知道這個 在政治上面劈腿很差勁嗎 劈腿的觀感很差 你還要繼續做下去嗎 好現在連零濁水都說話了 你說你內心深綠 那你哪一個才是原廠對不對 你原本說這個民進黨比國民黨更可惡 現在又說自己是深綠 你會不會太矛盾了呢 來逸中哥你怎麼看 中東景跟柯文哲是新竹中學的學長選擇 他們很麻吉啊 因為你知道學長選擇兩個都新竹 然後重點來了 中東景因為去年國民黨不提名他 國民黨因為中東景曾經有黑道的背景 所以他不提名他 所以中東景去年是五黨籍參選 那中東景一直很感念這件事情 在他去年選舉最辛苦的時候 柯文哲那時候台北市長 他讓他參加那個去台北市政府 中東景說這是中東景後來在臉書發文 他說他要幫柯文哲五月的時候要幫他募款 為什麼他說他那時候去進台北市政府的時候 門口都有人拿著那個就是 說他是殺人犯啊就是那邊黑道什麼的 他說柯文哲秉棄一切 願意接納他 是他貴人啊 他很感動 他那時候所以他今天五月他說 他一定會幫柯文哲募款 結果咧 你柯文哲怎麼對待他呢 這個是今年八月 柯文哲苗栗的那個選擇自由會的成立 來中東景 大家看一下他的臉色有沒有難看 有拍看嗎 尷尬了 為什麼呢 因為當時就是這個時候七八月剛好是 台灣民眾黨被說是黑道黨 他底下甚至有十二門徒 全部都黑道背景 那中東景雖然不是那十二門徒 中東景比較大胃 沒有在放在門徒底下 可是他也有黑底 所以當時他們台灣民眾黨是說 我們故意就是說 當時行程上有什麼溝通不良 被你笑耶 就是不讓他講話了 你今天來到別人的地盤上面 苗栗都很講中東景 真的很有實力 而且重點是 你不讓他講話 這些下面這些人啊 中東景call來的啦 你call的時候想要有載條 call這麼多人來 是縣長call他當地的挑腳 結果你完全不讓他講話 因為你就覺得他是黑道 然後什麼 那時候要避嫌 所以最後就只讓他坐在下面 然後拍一張 你看他臉色臭到什麼程度 最後拍完照以後 中東景離開嘛 不讓他講話就走嘛 中東景一走 底下那些人根本都走了啦 所以這兩個事情可以 突顯一個事喔 八月 你到人家場 你不讓人家講話 果然之後你之後去苗栗 中東景也不要跟你一起啦 因為中東景雖然 中東景是一個有情有義的人 人家混黑道人有情有義 他覺得你阿伯去年幫過我 我要感恩 是 結果沒想到你去年就幫他 只是因為 你只是想要就是趁 因為當時 中東景無黨籍嘛 他就拉他一下 他選上了算他五分嘛 所以他是在利用中東景嘛 這真的 真的今年到八月的時候 講人家黑道的時候 你馬上把人家丟掉 所以中東景切心嘛 所以為什麼前幾天 有沒有 在苗栗 侯友宜不是去嗎 辦了一萬五千人的大長 中東景就知道一件事 就柯文哲這個人 真的就是 完全的現實主義者 投機主義者 所以我誠懇的呼籲 怎麼會有人想要跟著柯文哲走啦 郭董啊 所以郭董也被他騙過啊 不然今年 不然今年為什麼 我這邊還有一張照片 雖然我 一起拜拜 雖然我 這是四年前 這也是四年前 這是2019年的九月 中秋節的前夕 這張照片是哪裡來的呢 這是新竹的城隍廟 柯文哲新竹人嘛 柯媽媽全家都在對不對 就表示這是很重要的事情 因為柯文哲那時候 拱郭董要去選總統 郭董結束以後 還去柯文哲家送月餅 結果後來 郭董其實 他當時是三方 柯文哲 郭台銘還有 王金平 你知道我聽到的內幕 這也是事實啦 柯文哲正義 一直很瞧不起王金平正義 他跟郭董說不要有王金平 就我們兩個就好 因為王金平可能人家說要消亡 柯文哲覺得他形象不好 所以就不要 所以你知道這件事情 你看拜拜的時候 王金平沒有在現場 郭董還拜完以後 還專程去跟王金平見面 是說對郭董來講 他夾在兩個中間 夾在柯文哲中間跟王金平 他覺得很為難 但是最後的最後是怎麼樣 最後郭董 因為柯文哲 他其實就只是要郭董去選 他只是想要利用郭董的聲量 然後去拉他的民眾黨的不分區 所以最後郭董不是見討 他說郭董其實要跟柯文哲一起合作 他說我們兩個一起選 柯文哲說我幹嘛去選 我台北市長好好的 而且我不要 所以最後郭董在選前 有沒有他就說他不選了 柯文哲 他就直接講 他就很不爽 他就說 現在是怎麼樣 你如果不好意思 你也知道他講 所以他對郭台銘 在四年前就已經看他不爽了 今年也是一樣 因為今年他需要郭台銘 所以他需要你的時候 他就跟你變麻吉 可是等到你沒有用的時候 像中東琴一樣 一腳就把你踢開 老師現在柯文哲 算是圓形畢露嗎 我有點擔心一件事情 我們剛剛講的那些柯粉 他們會不會覺得心也很寒 當初你跟我講的理念 那些價值 你現在完全變了嗎 你一下蹭籃 一下需要人家的時候 像我剛剛講 需要人家的時候找你來 不需要人家的時候跟人家說拜拜 現在又講說我是深綠的 那你那些支持你 希望可以撇除藍綠的這些粉絲們 那些支持者 情何以堪呢 好的 這個跟各位報告一下 小弟除了做倫理學研究之外 我也做過宗教研究 柯文哲之前就強調我耶穌會精神 我來傳教的宗教 有一個很大的本質什麼 理性跟信仰必然矛盾 一定會發生衝突 所以現在阿伯理性上 你想不懂他到底在幹嘛 一下藍 藍白河 一下綠 我生綠 一定會碰撞 怎麼可能呢 不過這就像什麼處女會生子一樣 矛盾不要緊 當你相信一切就是可能 所以柯文哲現在真的已經把他自己的 僅存的這個群體變成什麼呢 宗教化 已經不用講邏輯了 不用講合理性 要講的是什麼呢 第一對阿伯的前程 我們要高度的相信阿伯 不管阿伯講什麼 阿伯永遠是對的 再來呢你必須透過這些矛盾來試煉自己 你看我到最後面不離不棄 不管阿伯說什麼 不管外面打什麼 不管我們票勝多少 不管路上有多少人嘲笑我們 我始終都在 透過這種過程你會說 這不是搞得好像邪教一樣嗎 不講道理啦 可是柯文哲現在到底要追求的是什麼 總統的這個位置大概是已經沒有希望 講白點就是越輸越多 變成侯友宜的二分之一 雖然他說美一島不可信 你自己家做了你也掉到第三 所以現在的重點 顯然已經從總統轉移到不分區 就是他要去互助這個不分區的席次 想辦法去衝高 所以他要玩什麼 所有的行為的解讀 就是柯文哲雖然好像已經開了很多 他的行為解讀 你要從他是不是要在最後營造一波 總統可以不要投我 但如果你要棄我去保誰的話 請你把不分區投過來 他想在藍營裡面玩這一招 這是不能說的安哲秀現象嗎 對 但是他 以及說不能說 他一定會忍不住說出來 然後他最後還是要去提示就是 棄可保白 這樣的概念他會丟出來 至少擺住 保住白的一線香火 就讓柯粉去哭哭 我們被迫要棄掉柯文哲要送上十字架 但至少保住這個不分區 讓不分區的選票不至於完全潰山 因為我們相信 大家會估票也都可以估得出來 柯文哲的這個目前不分區得票 正往他上一次的部分區 大概11%左右 一路往下滑 正在往那邊逼近吧 所以柯文哲勢必要玩弄這一招 來遏止這個部分區持續的劣化 來柯基哥你的想法是什麼 他現在意思是說 真的會到棄科保白 保這個民眾黨 所以他現在製造這麼多的聲量 要跟大家講說 我們不分區 我們還是要趕快盡量拼嘛 原本說藍白和 怕這個部分區會掉很多 誰知道藍白不和之後 你掉更多 他們現在是策略完全錯誤嗎 對啦如果說今天他想的不是當選總統 而是要鞏固民眾黨的話啦 那這個也許就變成說柯文哲的極大化 或說他只是想要讓民眾黨跟自己的連結更強 那也許走這條路是可以的 但是我還是要提醒一下 就是說民眾黨跟柯文哲目前是密不可分的 可是呢如果就像剛剛這個領導講的 現在越來越多民調 藍跟綠的支持者支持賴清德支持 這個侯友宜的那個比重都九成以上 可是民眾黨的支持者支持你柯文哲的比例 現在是八成以下的時候 警訊是在柯文哲這邊的 而且呢你現在在所謂的中立選民 就是無政黨景象的 現在是持續的往下調 這都代表什麼 這代表很多的選民 你知道很多選民 有一種選民是看誰會贏我投誰啊 他不是看價值不是看理念 他是看民調說哎呀誰會贏 我要投給會贏的那一組 所以他們現在一直在操作棄保這件事情 你未來真的會成功嗎 這種叫西瓜派 所以這也是我覺得這也是為什麼 最近這一波這個賴清德越來越高 賴清德越來越高 因為藍白不合很多人就看衰在野陣營嘛 那就覺得職任黨會贏 所以越來越多願意表態說 我會支持賴清德 這個可能都是這個連帶的 連動的去影響 那其實柯文哲還小看了一件事情 他最近一直在強調 他覺得這個選情的關鍵的轉折點 會在辯論會 對 好我們先不論這個到底 有沒有可能辦成辯論會 但是中選會的會有所謂的電視政見會 至少好像是兩三場 那這個政見會真的有辦法讓柯文哲 從此逆轉嗎 那個客廳革命真的因為我看了你的表現 看了你的政見發表 我就會轉變我的意象嗎 老實說要自比甘乃迪 沒有關係啦 但是我不認為這個可能性多高 但是對柯文哲這確實他一個某種程度上 去接觸最多選民傳達理念的過程 所以我會建議 如果今天柯文哲真的覺得他還有機會 那你不要再去扯什麼郭台銘的責任 什麼軍院的事情都不要再提了 請提出國家的願景 我想這個對柯文哲可能比較有幫助 否則現在看起來就好像是 你知道我形容這個叫深公怨婦啦 哈哈哈哈 因為你在抱怨 藍的不給我 綠的不給我 然後呢這個廣告不能下 什麼大家都在夾殺你 怎麼樣的第三勢力有多辛苦怎麼樣 每天都在抱怨 國人選民不喜歡一個每天抱怨的領導人 你要開創新局 你要告訴我們的國人 你要如何開創這個國家新局 這比每天抱怨東抱怨西重要 重磅消息 我們歡迎一把刷的播出時間 要做更改囉 原本是晚間十點 現在改到晚間九點 請觀眾朋友一定要多多支持 我們歡迎一把刷 請問一下 如果讓你認識到 請問一下